所以说大家可以发现 普丁越来越焦虑 普丁越来越紧张 人在焦虑紧张疯狂的时候 就会做出违背常理的事 所以这一些特工人员 可能已经不仅是回报情报了 可能不仅是已经回报普丁 不正常的状况了 他必要的时候 会让他丧失阻绝的能力 就是你不可以决定 你不可以做任何核攻击的命令 所以这些人开始变得很重要 因为俄罗斯你看 这就是在做了 这已经在做核演练 因为你去用核武器去打乌克兰 那么其他的国家 会不会用核武器来制裁你 这他要预防到 所以他开始在做一些 核生化的防护演练 就在这里 他包含了你看倾斜 他这个就是核生化 经过核区的清洁 消除都开始在做了 所以就表示俄罗斯不排除使用核弹 所以这个时候普丁才会 这个拜登才会讲 不要不要 那美军是不是要 可能要先下手为强 你不要等他真的使用了 你就来不及了 所以拜登讲的一句话 大家就耐人寻味了 如果你要使用核弹 可能会改变二战以来的作战方式 什么叫二战以来作战方式呢 就是不打正规战 直接斩首 直接把普丁给消灭掉 让他不能够 斩首行动吗 对斩首启动 那所以这个拜登才讲 但这个不能讲出来 对他说不要不要 不要改变二战以后 以后的这个所有正确的一个作战方式 对 就是常规要改变 就是斩首 但是拜登不能说 所以他说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 他只说不要 你不要真的逼得老美出手 老美已经有排人在他附近 只是普丁 可能还认为他是心腹喔 可能认为这是我的心腹喔 那这个人已经是特工人员在养的 所以拜登不想这样做 但是必要的时候 这个决定一定要下 因为现在普丁被打狗入穷项 一步一步把他逼向近乎疯狂 所以会不会做出这种 这种让全世界法治的事 还真的不敢保证 对的确这外界高度关注 那余将军我们还继续了解 因为昨天我们有探讨 这个俄军的T90M的这个战刹 它内部曝光嘛 等于让外界看光 看你这个战刹到底 真正先进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因为现在最新讯息说 俄国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 说他们又生产新一批的T90M 要急销交付俄军 怎么样看这样的讯息 到底真假如何 即使如果说真的 这个乌拉尔冰工厂 机械工厂紧急制造了 一批的T90M送到前线 要克服两个问题 第一个操作人员的问题 你这个战车出来 不是每个人都会开 每个人都会开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涉及 每个人都会涉及 你有这么大的保修维护的 这些能力吗 不见得有这第一个 好就算你克服了 第二个问题出现了 紧急出厂的这些战车武器 都是减配 都是减配 也就是说你可能精密的 高精密的一些设施设备 它没有 之前就说它没有关键的一些零件 它制造不出来 所以减配 就是说外面看起来就是T90M 但是内部呢 可能像左边那个雷射测距仪就没有 可能那个弹道计算机就没有 就是看起来是T90M 那里面其实就是机械炮 就是机械炮 你一样要人去摇定位 然后你一样要光学去瞄准 然后一样要改成人工装填 可能自动变手动 对自动变手动 就等于说它会变减配 那这个减配的战车 如果到了乌克兰战场 那就更惨了 为什么 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是减配啊 他把你当成是最新科技的T90M 所以他攻击你的方式 一样是用最高最高等级的来攻击 对 哇那你跟完全没有逃避 没有躲避 而且这些驾驶的这些驾驶手 如果他认为 哇我跳的是T90M 我来浅渡 我来潜水 一下去就灭顶了 对 因为他没有气密 没有排气设备 没有通气的设备 对 所以说这会让这一些俄罗斯的士兵 他更不敢使用你的战车 而且乌军现在打得顺手 打这些战车 你看包括这无人机 去轰炸这些 不管是反装脚或飞弹车等等 打得正是熟练啊 那T90去意义很大吗 因为战车在战场上 我们正常的进入接载状态 所有的这个顶门盖都是关起来的 因为你不关起来会被人家投弹啊 可是如果你是减配 你内部的鼓风机 你内部的空调都没有 你不可能关起来的 会闷死啊 会闷死 所以你必然会打开 所以你看为什么在这个战场 很多T90M它的顶门盖是打开的 正常在战场上是不可能打开 全部都要关起来 它打开就表示 它里面的鼓风机 跟它的换气的空调设备 是有问题的 那到了必要战场 那我讲根本不用飞弹 就无人机 直接投弹就好了 一个台制的无人机 一次可以带8发 8枚飞弹 8枚的这个破炮弹 全部丢进去啊 对 而且还丢得很准 对 人家一枚破炮弹才多少钱 7800块钱台币而已 换你一部战车 这实在太瞎了 但是这个启示 对我们台湾又很大的作用 因为中国大陆 所有的水路两用战车 大家可以注意到 中国所有的影片 水路两用战车 从它的登陆船放出来的时候 它的顶门盖都是打开的 它顶门盖都打开的 因为它是在球渡 它是一半下水都打开 为什么 因为车长头不探出来 你看不到前方的陆地在哪里 你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你的车长的门一打开 顶门盖一打开 我们的无人机只要飞出去 8到10公里 到你的上面直接投弹 8千块换一辆战车 而且一炸就沉下去了 顶盖打开最危险 对顶盖打开最危险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乌克兰的战争 用无人机用最小的一个付出 能够获得最大的战果 这真的太够本了 你的水路坦克比路上还惨 为什么 你不能转弯 水路坦克在中间只能直走 没办法转弯 所以无人机追上去丢下去 你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国防部 针对了乌克兰的战争 真的学到了很多 用最小的付出 获得最大的战果 美国总统拜登 第四度明确表态 会出兵保护台湾 之前是赌麦回应 或许你可以说 拜登也许是怎么样 这次是CBS的专访 然后之后再播出 所以没有所谓外界 所谓失言问题 主持人怎么问 他就问拜登 美国军队是不是会保卫台湾 拜登就说会的 如果那边发生 真的发生 史无前例的攻击 那这个主持人就问说 你是说跟乌克兰的情况不同 如果是中国入侵 美国的军队的男女军 会保护台湾吗 拜登说是的 这个可以说是上任以来 第四度的公开表态意愿 不要再说什么 美国官员事后回收 拜登的谈话 因为美国的官员 像坎贝尔就说 拜登的发言 已经非常清楚了 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拜登接连已经是四次了 这样子的明确表态 到底用意是什么 要传达给全世界 什么样的讯息 其实拜登 我们讲的是四次 第一次是去年8月19号 他接受ABC的访问 当时也是问他说 你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 他当时比较含蓄 他是说 那个台湾 日本韩国 就像我们的北约的朋友一样 如果遭到攻击 我们一定会出手 但他没有直接讲yes or no 但是已经表达了立场 但是很多人说 拜登是不是老黄丁 脑袋不清楚 讲错话 但是10月21号 他接受CNN的访问 那时候记者就直接问他 你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 他是斩钉截铁的说yes 就很直接回答 后来我们看到 在今年的5月23号 他到日本去访问 跟岸田文雄首相 一起开记者会 一样记者再问他 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 他还是说是的会 也是讲yes 也是非常直接的讲 好不迟疑嘛 不迟疑 完全没有迟疑 然后加上这次是CBS 一样是不知一 所以他等于是三次都是直接讲yes 就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好就是再来就是上一次在这个日本的时候的记者也是问了一次 拜登说会的 然后再追问 因为我们知道记者很担心说拜登是不是讲错话 再double check 结果他两次都说会 这次也是double check 记者问了 问了一遍之后 不甘心再追问一次 结果拜登还是回答说是 所以我觉得很清楚了 拜登连续四次 我不晓得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 我昨天看很多国民党的政策 他还在怀疑吗 还在怀疑 很多政治人还说 没有啦 讲错话啦 你看那个 后来白宫出来否认 白宫只是说 我们的对台湾的政策 从来没有改变 他没有说什么呀 对 所以我觉得你中国会玩核战两手策略 我美国不会玩 就我一个半白脸 一个半黑脸 或许白宫 说半个黑脸 可是也没有黑到哪去 他只是说我们的政策没变 所以我觉得今天吴思怀还说 蔡英文你到底要把台湾带上什么地方 他看到拜登说要出兵保安台湾 他说你蔡英文会把台湾带往哪里 第一个这跟蔡英文什么关系 这拜登自己讲的 又不是蔡英文叫拜登讲的 第二个蔡英文要把台湾带向哪里 当然带向更安全的地方 当然带向台美在国防军事安全上 有更多合作的空间 当然是要把台湾 往一个更自由民主的 法治的国家去走 所以这毫无疑问 我不想吴思怀担心什么 好像拜登讲了会出兵保台 会出兵抗中 他会觉得好像心里很不是滋味 然后说还指责蔡英文 还是他觉得他不愿意拜登出兵保护台湾 他当然很多国民党认为说 拜登这样讲 那中国不是更跳脚 对台湾造成更大的安全的威胁 这是导果为因 我觉得今天主要就是你中国对台 文国武贺 你对台湾要舞扬威 所以美国基于台湾 不只是美国的第一岛链 台湾不只是全世界晶片的生产基地 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一个华人民主典范 这是美国所最乐见的 华人社会能够走向民主 怎么可能让一个民主的国 一个国家被一个共产 一个极权 一个专制国家所占领 这美国在国际上会抬不起头来的 而且这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要搞清楚台湾的存在的价值 是跟美国的国家利益绑在一起 当然每个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但是台湾对美国来讲 就是他的国家利益 所以当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当然要出兵 否则我第一岛链没了 我夏威夷我关岛 就直接被中共列为攻击的一个目标 对我美国的本土也会造成安全的影响 台湾的半导体没了 全世界的经济往下垮 纽约的股市绝对往下跌 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会影响 因为美国的飞弹难道不要台湾的晶片吗 美国的无人机难道不要台湾的晶片吗 所以台湾的利益 现在是跟美国紧紧的绑在一起 捆在一起 所以美国当然要出兵 当然是基于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也是基于台湾的利益 是 拜登适度明确表态 而且白宫官员都已经讲了 我们的总统发言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有人就讲 这次的美国白宫官员不演了吗 过去他们就说 什么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似乎有那种回收总统的说法 但其实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换中国崩溃了吗 来于将军 中国方面似乎是崩溃 外交部说强烈不满 呼吁美方不要站在 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那国台办是说 民进党以美谋独 死路一条 讲得很呛 但是官方的文字记录 诊断删除 从提问到回答通通都没有 所以是担心中国人民看到真相吗 这当然中国人民 现在一再的被整个 他们的内宣来做蒙蔽 他们不断跟中国人民讲说 这个西方要陨落了 东方要起来了 中国人要站起来 他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可是美国人的政策 大家讲说美国人到底是模糊 还是清晰 我告诉大家 美国现在是政治保持弹性 军事立场清晰 非常明白 我政治立场很有弹性 你跟我讲一中原则 我告诉你一中政策 你跟我讲联合国公报 我告诉你 我要确保台湾台海的安全 你告诉我台湾海峡是内海 我告诉你台湾海峡自由航行